国语有生善书 群仙家言录 主著先佛为白阳先佛 寄功活佛岳慧菩萨愿长大人 宝生大地问曰 何谓如是我闻 岳慧菩萨答曰 如是我闻是佛家语 如是形容大道 生天生地生万物的道 在天位之道 在人位之性 是天命之位性 我是真我 文是看到了 听到了 明白了解了 就是形容闻到了天地之真道 见到自己的真如性了 也就是看见了本性 看见了大道 三七半道 明是一指玄观俏妙 若能了解其中真理 即是如是我闻 明了了心 见了性也 一时是什么意思 一时是佛传道的那个时候 一时是佛弟子闻道的那个时候 一时佛与弟子契机的那个时候 佛在舍未成是什么意思 佛在舍未成是地名 此地名是佛所住的地方 所讲道的地方 形容在人的本身玄观俏 大地众生皆有佛性 自信佛的玄观俏 以佛在舍未成作为形容 儒家认绿竹一一 有非君子作为形容自信所居之处 知数给孤独为几个字 是否引有特别奥妙的真理 佛在传道的时候 欲使众生开悟 都将知处以言在此意在彼的方法 让修道者去摸索 所以知数给孤独猿 虽然是孤独长者所捐献 却是形容着玄观俏四周的环境状态也 此犹如紫竹林中观自在 白连坐上线如来这个对联 有相等意义 金刚经之启时有何选意 启时乃是亲民 是佛生在国王家 出家是无上的佛尊 以启时而亲民度众 民施舍而与佛结缘 故启时使民众福德 1250人 据是否一吟有奥妙在其中 此句虽然是指着各教团的组成佛弟子数量 但是佛讲经的时候 听讲的佛弟子该不止1250人 并每次的法会该不会有相同的名额 而每部佛经都以相同等1250人做形容 大概不会这么巧吧 故另有所属尔 一者一理 天地人万物之造化本源 二百者可以形容为一理所化者二气 二气为阴阳 五十者可谓五行 所谓天地间之造化就是一理化二气 二气化五行 天地阴阳万物乘以 义是形容法会之成立 由天至地万物万事已圆满 而四因成熟已 何谓次第其己 是法平等也 佛不分平鉴 皆要施舍也 洗足以是否有身藏佛意 洗足者去其不好的行为为洗足 有人形容为收脚洗手 不再干坏事之意 修道之人 坏事不可干也 犹如儒家之在明明得也 要光明自信 不干坏事 就是光明了自信也 夫作而作是否另有身藏佛指 佛在一举一动之中间 当然隐藏着无穷的庙纸 外表是净首玄 其实佛是启示着玄关窍庙 欲使弟子们了解玄关秘义 古时候的传道 若懂得玄关指出 佛就可以传道给他 是启示弟子们 秘玄关主人的意思也 玄关窍事至善地 犹如儒家之在止于至善也 还有还至本处是什么意义 当然人落后天 需要返回先天 就是返本还原之意也 要返本还原 需要收拾一波 去掉坏事不做 找到玄关主人 才可以返回本处故家乡 虚菩提之别称怎 叫做善限 虚菩提是解空第一 佛之用意是言再比意在此 虚菩提亦能摸索而发现出来 所以未善限是很能发现之意思 《金刚经》之二字稀有 到底稀什么有 是虚菩提跟随佛二十多年 才发现着自性之止处 故说稀有 为何世尊对众生称菩萨 大地众生皆有佛性 故有佛性者则为菩萨 何谓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之佛心 最上之佛心也 善哉善哉有形容什么意思 是佛的心与虚菩提的心 已相契合了 何谓不住色不失 不住生相畏触法不失 所行忽无为 不免而终 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 《金刚经》的为然是什么意思 此乃虚菩提得佛之指点 而心领之生也 犹如增子之得道 参忽无道亦以贯之 增子约为 这是一样的道理也 何谓无于涅槃 已经止度了 不必再度了 已无众生心了 已到了最上之境界了 超生了死了 已恢复本来面目了 到了无可以度之时了 超凡入圣了 已无圣凡之分了 究竟之地了 到了至极无以负家之地了 至于纯清而不污染之地了 到了不生不灭了 已无生死了 何谓四句计 凡是四句而句斗顺句者未句计 《金刚经》之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是四句计 佛强调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反过来说 若是没有四相 即是菩萨了 何谓妙行无助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可谓妙行无助 一切之动静出于自然之天理 而不止也 《金刚经》所云 颇有众生 德文如是言说张句 这是什么张句 是三宝张句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是多少年 后后五百岁 是五个五百岁 二千五百岁 《金刚经》所云 与此张句能生信心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所得的三宝中 生发信心 《金刚经》之如 法御者 法上应舍 是什么意思 如来说法 这不是法 是好像渡江一样 过了江 这个主法一该舍去了 就是说已经成到了 还执着有为之法 干什么 《金刚经》之若 我父有人于此经中受持 是受持什么 是受持三宝而不着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中华圣母将 十曰 忠心一典圣玄观 地宅只开明事端 华丽性成观自在 七重罗网绕田园 圣神则得真天觉 太极圈中整末园 母子团圆为此会 保全佛性不金鸾 圣事 三七末节 天降真道 乃是配合人间之文明 科学之发达 若无道德之配合 不能文明 所谓有上等之聪明 即上等之学问 亦要有上等之道德 如若人间科学发达 道德不充沛 人间必乱也 至于聪明配合道德 即是文明 社会文明 则自然之智慧出 人间热源成矣 今宵乃由 第七太保发问 开始 佛所说之阿罗汉 语如道二家之比较 该属什么果位 可否说说 阿罗汉是梵语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而心之动静 能自然的离 才可谓离遇 若以静坐之功夫而得静 此非自然之离遇 即非阿罗汉 是浊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阿罗汉 以儒家来说 闲人则是佛所说之阿罗汉 道家者大先之名 亦相等于佛家之阿罗汉也 何谓中华圣母 这是一个名称 有行人间没有名称 不能分别生在中华 中华的导师也 为何道将中华 中华是世界中心 因为上天之不偏 故道将中华 中拥曰 不偏之为中 不义之为庸 忠者天下之正道 拥者天下之定理 故曰道将中国 《金刚经》 世尊告须菩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于此经中 乃至受持四句计等 为他人说 而此福德 圣前福德到底是指什么经中 又是受持什么四句计 而此福德 圣前福德 是什么福德 于此经中是玄关窍 一经之黄中通理的黄中 有相等之意思 受持四句计 是没有四项 即云玄关虽可通理 而不可执也 而此福德 圣前福德 乃是人之动静 由玄关主人之自然动静 其福德比恒河沙之等七宝布施还要大 总而言之 信海之动静 乃是天理之动静也 《金刚经》之十二分云 当之此处是之什么地方 知至善地也 玄关之峭也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即为有佛 这是什么意思 经典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亦为华语 为本性庙智慧到彼岸 简而形容是天道本性也 所在之处是本性的指处 亦是玄关窍也 即为有佛 是指玄窍内 有佛 即是自性也 自性即是佛性 三千大千世界 是什么意思 三乘三味酒 酒即不尽之意 形容虚空之无内外 二是须菩提文说 是经 是什么意思 是须菩提得到的当时 被佛指点玄关窍之时 于此经中受持读诵 是什么意思 是由自性之生发 广为人说之义恩 金刚经云 如来所得法 是得什么法 是诸位同体的正法掩藏 诸佛菩萨共同的道体 玄关正窍门 为何此法无时无须 若说如来有法可得 就是傍佛 因为恢复本来之自然而已 故不是法 若说没有法 佛有此法而开悟 故说实则无 说无己有 故曰无时无须 众生不失有无功德 若说功德便是傍佛 功德乃是自性中之自然行为 天地真理 有得便有失 有得功德便有失功德 自性不生不灭 哪来的功德 功德二字之德 便是住相不失 住相不失是轮回之种子 这都是德轮回之福报 顾佛无功德 顾为佛 众生有功德 顾为众生 行于事 何于天地之自然 名为功德 什么是光明 是黑暗的对待 犹如善是恶的对待 百千万亿节是多久 形容很久很久 是永远在永远而无限无量的时间 《金刚经》的第十五分 持经功德有那么大的功德 到底为什么 持经有那么多的功德 就是持自己的性经 以天命之性的真经 所行出来的 才有那么大的功德 总而言之 是自性的生发作用 有无量无边功德也 《金刚经》 若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贱 是人先是罪业 应多恶道 以今是人清贱故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得了先天大道 然后诚心保守 时心忏悔 而宣扬先天大道 若被人清贱 就是那个人 前生的罪业重 应多恶道 清贱他的人 就是在消他的罪业 所以清贱于他 《金刚经》 若负有人 于后末世 能受持读诵此经 所得功德 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万亿分 乃至算术辟喻 所不能及 是什么意义 这是释迦佛在告诉须菩提 在末世三期末节的时代 若有人得了先天大道 能保守着大道 能再度人 能喧化大道 开荒度众等 其功德太大太大了 用言语难于形容的功德了 比释迦佛过去是供养诸佛的功德还要大的 佛要灭度所有众生以 而无有一众生得灭度者 何以故 这是什么意思 虽然佛要灭度众生 而众生都是靠着自信自度 所以佛说无有众生得灭度 《金刚经》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人该用什么心 人无三心 目是亦然 人无过去心 怎能知恩报本 人无现在心 怎能辨白是非 人无未来心 怎能长计半道事业 释迦佛过去五百事 被割立王割结身体 而又提出来告诉弟子们 是过去心嘛 是过去心不可恨 不可怨也 大地众生皆佛性 无佛性即无生心 无生心自然合道 不免而终 不思而得 从容终道也 修道心 来则应去不留也 应献而已 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 即为傍佛 这是什么意思 佛本来无法可说 佛乃以法对待众生心 众生无众生心 即非众生 无众生心亦无佛心 无众生心亦无众生 无众生亦无佛 无众生即无佛 何来知佛法 故佛无法可说 有法即为傍佛 《金刚经》 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佛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唯无所得耶 这是什么意思 佛乃恢复自然之道体 哪来得道可得 《金刚经》 世法平等 无有高下 世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什么意思 到了无众生 无佛之时 就明无上正等正觉了 《金刚经》之第十五分 化无所化 是什么意思 圣凡同性 哪来所化 佛即非佛 世明为佛 凡夫即非凡夫 世明凡夫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这是什么意思 用人间行色 或者心中之相色 要见如来佛性 或以着相名声 或用言语求见佛性 或以邪法 要见佛性 或以左道静坐旁门 要见佛性 均不能见如来 诸法断灭 是什么意思 佛本无法 若有法有作为 便断佛法 佛乃及自然的天命之性 众生起心不自然 便入断灭 《金刚经》 如来者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故名如来 这是什么意思 无所从来 亦无所从去 与不生不灭 是思相去几何 若有所说意 即非如来 若不能明心 便不能见性 性不能见 如来亦不能见也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如世观 这是什么意思 凡是心所著向者 皆是有违法 此法非超生了死之法 所以好向梦幻景 水泡影 如雨露 亦如电一样 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应该做如世观 以自性之全然动与静 自性自然之流露也 佛的极热世界 很好玩吗 玩热之事 乃众生心所发 若好玩者 必有迎新气救之心 既有此心 玩久了惠逆的 极热乃是不贪厌 所以极热 无有众苦也 欲界天堂 何以美丽 欲界天堂 乃应善多 而有为之人 往生此天享受天福 福尽必坠也 固有轮回 佛既不享受 做佛为啥 佛已度众生为热 众生上岸为热 不以自己求安热 而为众生脱苦渊 固为佛 请问圣母 您的愿望是什么 化人间为热为 所谓人间天堂 大同世界 是诸佛菩萨之愿望也 巨星宫护法堂 是什么堂 白杨道盘的护法神 虽是鸾堂 却是护道之堂 将来龙华会 护法神义是大角色 护法真君该属什么果位 护法真君是神头佛伟 相等于佛教所说的菩萨 真君是道家的名称 巨星宫将来的职柜是什么 巨星宫将来的名称是石心宫 石心汇聚 君为护法神 将来末后大事明白 君为护法菩萨 最少为出地菩萨 最高可以石地善萨 石地菩萨是什么果位 石地菩萨是佛的后补者 他们的护道非今生今世 是二千多年以来 一直护道至今 他们的石心乃是成愿而来的 其力量就是有的在天堂 有的在凡间 所以不会坠落 亦不会太差 但需多多的了愿吧 现今之铸造仍是护法的一部分 石地 欢喜地 在大菩提中 无上正知正觉 善得通达 决心以通达于真如自性 既能了解佛之境界 名为欢喜地 离构地 一切世间出世间 诸法差异之性能 都能明了它之同一根源 后来并同一地之性 也灭除不住 名为离构地 发光地 内心静急 自光明发生 名为发光地 宴会地 自性光明以及 正觉圆满 名为宴会地 南圣地 一切诸法之同意都不可得 名为南圣地 现前地 无为真如自性 自然发露静明庙会 名为现前地 远行地 穷尽真如自性之边际 名为远行地 不动地 一心真如 如如不动 名为不动地 善会地 发起真如心之妙用 名为善会地 法云地 于修习菩萨过程中 从此以往 修习之功用已必 功德已经圆满 到此方是真正修习佛法正位 所谓慈音庙云 赴涅槃海 名为法云地 一定要亲口吃素 无极礼天是纯阳无音之境界 有音智之人不能到达无极礼天 后面有求到的好处 无极老母垂次般礼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元灵园于五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植栽元灵树 只派一仙照拂众生移植之灵树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元灵树 可避意元灵光彩 五神安宁 六脉条和累计六年者 可筑集无极正道院 可去礼天修行 求到的好处 真实不虚 一 求到后 仍记得三宝 且功过香底后 为功大于过 可回天接受正果考验 通过后可入天佛院 弥勒佛国 无极天 或诸佛净土 二 求到后 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 但若退失道心 护法则离开 清口后 则又多派一位 三 求到后 去佛堂班会听道理 在地府或地狱受苦 祖先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 四 清口后 减缓杀业讨报 诚心可获得无量福报 但以消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 了业回天舞 修道后有许多考验 通过考验可抵消业障讨报 又可晋升自身道果 一举两得 诚心修道者 祖先可脱离受苦 至地藏古佛处修行 六 太多好处 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 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 早晚献香等于永续会命 清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 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 七 求到后 一生不退道心 不离佛堂 心中有道 不害人 不骂人 不破坏道物 往生后 三观没通过 可免去地府地狱 可去寄宫活佛的净土南平山去修行 是 我们开始 感谢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要吃素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求道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紫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的话 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衡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衡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灵修院里的浩天子寿灵修院里的浩天子寿灵修院里的浩天子寿灵修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